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来讲NFT的前置概念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呢 让我从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开始给你讲起 比如说我住在上海 老张呢 住在北京 我和老张平时交流都是通过一个叫巨性的软件来打字的 有一天啊 老张突然对我说 老汪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细思极恐 什么问题啊 我怎么知道你打给我的文字有没有被系统篡改过呢 你要知道啊 有时候一句话少了一个字 那意思可能就完全反过来了 老张 我说你咋会有这种担心呢 难道你还信不过巨性吗 以前倒是挺信的 现在呢 越来越信不过了 因为最近我老感觉着啊 你说的话没说完 话里还有话 一句话中还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星号 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让我相信你确实是一句话说完整了 没有被巨性删改过 方法倒是有的 也不难 那你赶紧说 废话要少啊 我们只要用到一个公开的算法工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99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了SHA加密算法 那这个算法的中文呢 一般翻译为安全散烈算法或者呢安全哈希算法 注意你不要念成嘻哈算法 那hash这个词啊 其实它没有对应的中文意思 如果让我来异议的话呢 我会把它翻译为数字摘要算法 那基本上呢 我觉得这个翻译能够表达加密算法的含义 这个加密算法的目的呢 就是从一段任意长度的数据中提取出一个特征摘要 这就好像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一样 每一段数据啊 它其实也对应一个独一无二的指纹 当然理论上存在极其微小的概率 两段不同的数据的哈希值恰好完全一样 但这种概率啊 可以小到一般被忽略 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呢 是它的第二代算法 简称为S-256啊 那这里的256呢 表示由这个算法生成的指纹的长度啊 固定是256比特 你可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在线生成S-256指纹的网页 那这个算法呢 是向全世界公开的 谁都能用 有点啰嗦了 老王 你这样 你就告诉我它到底有啥用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现在要给你发送一句话 如果旅游行不通 你就再寝室微总好了 那我就可以给你发送这样的信息 那屏幕上的这第二行的字符串啊 就是我把上面那句话 用S-256加密算法加密后出来的密文 也就是说呢 这个字串就是我那句话对应的数据指纹 我好像有点懂了 那然后我该怎么判断呢 好 如果你怀疑我那句话被篡改了 你就可以把这句话也用公开的S-256加密算法算一下 把得到的密文和我发送给你的这段密文呢 你比对一下 假如它们是一致的 那就说明我发给你的信息是完整的 没有任何的改动 这是因为啊 只要原始信息 哪怕有再小的一丁点儿的改动 算出来的密文啊 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毫无规律可循 很容易比对 那我还是用上面的例子啊 假如说你收到的信息是这样的 那你收到之后呢 就可以把如果旅游啊 新不通 你就再请示新种好了啊 你就把这句话用S-256加密算法算一下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段密文 你看这段新的密文和你刚才收到的那段密文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这就说明啊 我发送给你的名文被修改过了 并不是我发送给你的原始信息 那两个信号啊 根本就不是原本就有的 是被系统改的 哎 这个有点意思了啊 那以后这种重要的信息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互相这么发了呢 对的 到目前为止啊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公开的算法 可以破解这个算法 这里我所说的破解的大意就是啊 根据密文找到一个能够产生此密文的名文 那现在密码界普遍认为啊 理论上是没有办法破解的 但问题好像并没有真正解决 按你刚才说的那样 只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但是无法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啊 但凡是巨信的AI更聪明一点 它识别出来某个字符串 代表的是某句话的密文 巨信只需要把名文和密文一起篡改掉 让名文和密文是匹配的 这样一来 我收到的信息 他不还是没法发现这信息被篡改过了呀 老张啊 你的这个思考完全正确 刚才内部确实只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但是呢 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但这个问题啊 我也有办法解决 简单来说就是啊 我们可以给密文也加密 但这次的步骤呢 就会稍微复杂一些 你需要有点耐心来听我说了 那你赶紧说 还是那句话啊 废话要少 刚才啊 我给你介绍了3256加密算法 现在呢 我要再给你介绍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叫做椭圆曲线算法 简称为ECC算法 它是1985年 有两位美国数学家 分别独立提出的 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 在密码学中呢 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数学家那是真的厉害 ECC与3256算法 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3256呢 是一种单向加密算法 就是说啊 它只负责加密 不负责解密 而这个ECC啊 是一种双向加密算法 它既能加密 也能解密 解密呢 其实就是加密的逆向计算 你猜我听懂了没 你能不能举个 再简单点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命名了一种叫做 Plus1的算法 它的原理啊 就是把一个单词的每个字母 改成字母表上的下一个字母 如果我用Plus1 加密一个单词 WALL WALL 对吧 那密文呢 就会变成了XBMM 因为W在字母表的下一个字母是X 以此类推 那假如用Plus1来解密的话 就是逆向操作一下即可啊 像Plus1这样子的加密和解密 是互逆操作的算法 那在密码学界呢 就有一个名称 叫做对称加密算法 嗯 很形象很形象 加密和解密的步骤 就像是沿着某个轴 旋转对称那样 那ECC算法啊 也是对称算法吗 不是 恰恰相反 ECC算法是非对称算法 加密和解密的过程啊 完全不同 那你就再举个 再再再简单点的例子来说明 好不好 哎哎 一定要简单 数学小白也能听懂那种 好 那我就试试看啊 比如说啊 我现在发明了一个叫做 WJ的加密算法 那这个算法的原理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需要加密或者解密的信息 乘以一个特定的数字即可 为了简化 我们规定这个信息 只能是一个三位数的整数 加密时成的那个特定的数字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换句话说啊 只有我才能给某个信息加密 但是用于解密的那个特定数字呢 我可以向所有人的公开 这样一来啊 别人就只能收到密文后解密 但是呢 没有办法把一段明文给它变成密文 那要这么说 这听上去有点神奇 真有这样的两个数字吗 当然有啊 比如说 现在呢 有一段明文是984 这三个字 我用WJ算法给984加密 实际上呢 就是用984乘以91 等于89544 那这里的数字91啊 就是只有加密者 也就是只有我才知道的那个特定数字 在密码学界啊 这个数字就被称作私钥 就是我私人掌管的钥匙 于是啊 用这个加密算法 加密后得到的密文就是 89544 然后啊 我宣布解开我这条密文的特定数字 是11 任何人只要知道了密文和数字11 就能解出我加密前的原始信息了 我们来试一下啊 89544乘以11 等于984984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三位数的整数 先用91加密 然后用11解密 那用于解密的这个数字呢 在密码界就被称为公钥 公开的钥匙 WJ算法啊 就是一个非对称加密算法 也就是说啊 用于解密的算法 并不是加密算法的逆向操作 加密需要用到私钥 而解密呢需要用到公钥 这两把钥匙啊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呢 很奇怪的是啊 这个字典上说 这个公钥私钥要读成公月私月 而不是公钥私钥啊 这个我听的呢实在是很别扭 所以呢 虽然我明知应该读公月私月 我还是把它念成了公钥私钥啊 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这个习惯 啊 真的 那钥匙怎么他不读月私呢 哎 你不要去跟字典讲道理嘛 你刚才说的那个WJ算法 我想了想啊 看上去很神奇 其实也不难理解 91乘以11等于1000亿 任何三位整数乘以1000亿 都会得到一个前三位和后三位重复的六位数 这个要证明似乎不太难 是的 这是一个极其简化的非对称加密算法的例子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呢 没用 略为懂点数学的人知道了公钥是11 那就很容易猜出私钥呢 就是91 换句话说啊 这个算法太容易被破解了 对于非对称加密算法来说啊 最重要的就是绝不能被破解 即通过公钥猜出私钥是什么 看来 你说的椭圆曲线算法 ECC就是一个安全的 没法被破解的非对称加密算法 是的 不过啊 更准确一点说呢 ECC并不是能将密文再解灰成明文 它实际上啊 是用非对称的方式生成数据指纹 我们可以用它来给一段信息做校验 也就是鉴别真假的意思 哎 等等等等 我原来以为我自己明白了 被你这么一个更准确的说 我又给整迷糊了 要不然这样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上 你就直接说 有了这个ECC算法后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确保咱俩之间发送的信息 不被篡改 这个步骤呢 是略微有点复杂 但也不难理解 首先啊 ECC也是一个公开的算法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在线加密工具 下面呢 我们来实战一下 比如说 我要发送给你的明文 还是那句话 如果旅游行不通 你就再请示微种好了 第一步 我把这句话用3256加密 得到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后面呢 我们就把这段字符串啊 称作密文1来指代 第二步 我用ECC算法 生成一对私钥和公钥 比如说 你现在看到的这两串 就是一个私钥 一个公钥 第三步 我再次使用ECC算法 用私钥给密文1进行加密 那后面呢 我就把这一段密文啊 用密文2来指代 好 第四步呢 我将明文 密文1 密文2 公钥 这四段信息啊 一起发送给你 老张你想一下 你知道接下去 你该干什么了吗 收到收到 我好像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哎 我试着总结总结 你听的不对呢 你给我纠正 假如我怀疑 明文被算改 我就做一次校验 首先在ECC算法中 输入三个参数 公钥 密文1 密文2 对吧 然后执行运算 运算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鉴别一下 密文2 是不是密文1的密文 哎呦 这绕嘴啊 那么如果我校验通过了呢 说明密文1没有被算改 它是真实的 然后 我再将明文 用沙256生成密文 与密文1 再进行比对 如果彻底一致 我就可以放心的相信 收到的明文的真实性了 对吧 完全正确啊 恭喜老张升级成功 哎 且慢 且慢 我怎么觉得 这完全是脱了裤子 放屁 多此一举啊 既然你ECC本身 就可以做到非对称教验 那你直接把明文 用ECC算出密文 然后把明文 公钥和密文发给我 我教验一下 不就结了吗 你何必中间多这么一步呢 你来个什么密文1密文2 你这费死劲了 老张 你掌握得也太快了点吧 连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的确 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 让两个人聊天 互发文字信息时 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上面那个步骤啊 确实是过于繁琐的 其实呢 我们只需要发送信息的人 用ECC算法做一次加密 而收到信息的人 也用ECC算法做一次教验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啊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的目的呢 只是为了让你理解 这几个最基础的重要概念 也就是数据指纹啊 卡锡值是什么 还有对称加密 和非对称加密 分别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啊 在某些较为复杂一点的应用中 这个看似有点而繁琐的步骤 那就是必须的了 比如说啊 如果发送方不想让接收方看到明文 他只需要让接收方相信 这个明文是已经完整 而且真实的送达了就够了 那么就不是多此一举了 再比如说啊 发送方要发送的明文 不是简单的一句话 而是一个非常大的文件 里面包含海量的数据 那么直接把这个文件 用ECC加密 速度就会变得非常的慢 但是3256加密的效率啊 就要高得多 可以瞬间就从原始数据中 提取出一段 只有256位的指纹信息 那再给这段不长的指纹信息 用ECC啊 或者其他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来加密的话 速度就会快得多 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呢 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希望看到这里啊 你已经理解了 计算机专家们 是如何解决信息的完整性 和真实性的问题 不过呢 我刚才说的这些技术啊 其实都是成熟技术 并不是中本聪的发明 那真正属于中本聪的创造性发明啊 是我下一集要讲的 就是解决信息的 不可否认性难题 那我们这一集呢 只是为了让你能够看懂 下一集内容的必要的前置知识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